大家好,这里是Leonard,然后我现在在VSBC的市场外接部工作,然后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些球衣的小贴士,关于您可以咨询您的肿瘤内科团队的问题。 好,最重要的一条小贴士就是让事情变得有条理,您可以使用一个笔记本,笔记本是您在治疗癌症期间以及治疗后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每次看医生,每次检查,每次咨询,每次住院的时候,您都要带上这个笔记本,然后我们这里建议您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准备一个大的文件夹或者三口的活跃家,要比您认为合适的尺寸要买得更大一些, 然后在家里专门找一个地方放置它。 如果您还没有打印机,请考虑购买一台打印机,您可能需要携带纸质文件去咨询医生,许多健康记录,尽管它们都是电子的,如果您获得第二意见,比如另外一个医生的意见的话,您这个医生也许没有第二个医生的意见,这样的话您的笔记就会变得比较重要。 然后准备一个简单但是质量好的书写板,以及与之匹配的圆珠笔或中性笔,在预约之前和之后写下您的问题,以便应用相应的团队成员来帮您解答您的问题。 记录治疗的目的,日期和时间,并且考虑将其保存在手机上,设置提醒,也就是您在每次问诊之前都可以有提醒,以免忘记。 每次治疗后,记录您的症状,身体上的,情绪上的,以及治疗期间可能出现任何其他问题。 跟踪药物,化疗药物的名称,以及您可能需要参考的其他相关信息,记录您的营养状况,无论您是在进食,还是在摄入水分。 好,小提示二,关于您肿瘤治疗医师的问题,您可以咨询他们的问题。 肿瘤内科医师是接受过化疗、激素疗法、生物疗法和靶相疗法,和治疗成员癌症特殊培训的医师。 肿瘤内科医生通常是癌症患者的主要医疗保健提供者,肿瘤内科医生还可以提供支持性的护理,并且可以协助其他专家提供的治疗。 如果您不明白某些内容,请务必咨询更多的信息,或者要求以其他方式解释该信息,以确保您的理解。 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带上另一个人作为资源,以此来确认您的信息是正确的。 比如说,您在听医生说话的时候,您就可以问他说,我听的是正确的吗?医生说的是这个吗?是这个意思吗? 同时,您也可以让您的肿瘤医生知道您希望如何获取信息,比如说书面写给我,说给我听,或者说以图片的方式呈现。 另外,您还可以问一些问题。 好,以下就是这些问题的清单。 我患有什么类型的乳腺癌? 我的乳腺癌是由激素引起的吗? 我的HER2的状态是什么? 这种状态意味着什么? 我的癌症处于哪个阶段? 这个阶段意味着什么? 阶段和等级有什么区别? 我可以打印出病理报告,然后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吗? 参与我的治疗的专家和人员都是谁? 他们的角色是什么? 我的治疗方案有哪些风险和益处? 我个人适合化疗吗? 如果是的话,治疗的方案是什么样的呢? 手术前和手术后我会接受化疗吗? 治疗期间我还可以工作吗? 我可以接受化疗吗? 化疗有哪些好处,或者是哪些需要我担忧的事情? 您对治疗我的特定类型的乳腺癌有多少经验? 如果我不想接受您建议的治疗怎么办? 有哪些风险? 我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您觉得我应该去追寻除了您以外的其他人的意见吗? 有哪些临床试验我可以用,并且是我可以作为参照的? 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我将接受哪些测试来衡量我对于这个治疗的反应? 我该如何知道我的癌症是否已经扩散? 不同治疗方式的副作用是什么? 比如淋巴水肿,甲状腺问题,性功能障碍等等 这些副作用会不会出现在我身上? 我可以转介进行物理治疗吗? 以及最后,我可以在治疗期间使用大麻吗? 什么类型的大麻是最好的? 比如软糖还是其他品种? 好,除了医师的问题呢 您还可以向您的内科肿瘤护士提出问题 内科肿瘤护士或者在某些医院中被称为护士导航员 是医疗保健的专业人员 也是专门的提倡者、提导者、帮助患者 他们可以帮助您了解治疗过程并回答您的问题 他们评估您的情感、临床、财务、心理、精神 以及其他的您的需求 好,以下是您可以向您的护士咨询的问题 去治疗时我应该携带什么? 我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控制治疗潜在副作用? 我的头发什么时候会开始脱落? 我有办法防止头发脱落吗? 我可以获得相关的信息吗? 我如何确保它是否在我的保险的承担范围内? 我如何获得按摩或者针灸等替代方法来帮助缓解我的症状? 我在哪里可以买到假发、头巾或者围巾? 保险覆盖这部分吗? 治疗期间我是否可以进行特殊的皮肤护理? 其他患者在化疗期间喜欢使用什么化妆品? 有关保险和账单的问题,我可以联系谁? 我可以通过医院的内外获得哪些支持网络? 他们是免费的吗? 治疗期间和治疗之后可以使用哪些心理健康的资源? 我可以和我同类型的癌症患者建立联系吗? 如果我感觉我的身体有问题,我应该跟谁打电话? 有人会24小时地回答我的问题吗? 如果我想联系那个人,我应该打电话、发邮件还是发短信? 好,另外还有几个可能会对您有帮助的网址 会和这个视频附在一起,您可以去查看 最后的声明是,本文中提供的任何信息均不构成医疗或法律建议 请务必咨询您的医疗团队 本问题的汇编并不全面,仅用于教育目的 此信息是根据CancerNet,BreastCancer.org等在线资源 以及我们SurvivingBreastCancer.org社区中被诊断患有乳腺癌的人员汇编成的 如果您想被添加到此列表,请联系我们 好,以上就是所有的建议和小贴士 希望对您有帮助,谢谢您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